大家好 今天我们利用茄子为大家分享一款河南的套色做法 平常我们买回的茄子不是蒸着吃就是炒着吃 或者是炖着吃 今天我们就教大家这一款做法非常的好吃 而且非常的有营养 在河南绝对是一道套色美食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把减过的茄子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去掉茄子剃 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后面 然后再给它切成条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香菇两三朵 也给它切成条 再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枚番茄 我们给它打成花刀 给它切成八块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鸡块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切点小料 大姜切片 大葱切断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面条 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个蒜就子 把大蒜放进来 给它敲成蒜蓉 大蒜汁也是这道套餐美食的灵魂 接下来我们给它加入一勺的生抽 一勺的一品鲜酱油 两勺米醋 再给它加入两克的味精 一克的食用盐 少许的小木油 然后用勺子给它焯拌均匀 哇 真是太香了 各位楼铁看一下 这样我们蒜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上锅进行操作 油温烧至三成热 我们下入鸡块 先把鸡块给它煸炒一下 在煸炒的时候 也可以把香菇 给它提前放进来 一起煸炒 这样能更好的激发出它的香味 好 把所有的水分炒出来之后 我们把小料给它放进来 葱姜蒜 继续给它煸炒 把葱姜蒜的香味给它煸出来 香味煸炒之后 我们把番茄丁给它放进来 再给它煸个五六七八秒 好 煸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我们给它来一点点酱油 装一下色 生抽也可以 再给它加入半层啤酒 没有啤酒就加长江水 再给它来一点长江水 最后把我们切好的茄子给它放进来 给它咕噜个一到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看一下 各位了解看一下 满屋飘香啊 绿的像翡翠 红的像红宝石 闻着特别的香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儿 加入10克的蚝油 少许的十三香 少许的胡椒粉 10克的一品鲜酱油 再给它加入8克的味精 5克的鸡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因为加的有生抽 我们尝一下盐味 如果盐味合适的话就不要放盐了 嗯 就是这个味儿 味道非常的地道 也非常的纯正 有条件的话得给它淋入少许的小墨油 在这里和大家强调一下啊 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放两个红椒片 再搭配盐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浸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在这烧着大开 然后啊 我们给它下煮面条 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手工擀 或者是到市场上买一点也可以 要想吃口感十足的面条 我们给它煮两滚就可以了 想吃软糯一点呢 就煮三滚 烧开之后给它加入适量的冷水 继续给它煮 好 再次烧开之后 我们把面条给它捞起来 想吃凉的话 我们放在冷水里给它拔一下凉 拔过凉之后啊 有的人吃着非常的爽 有的人啊 吃着容易拉肚子 这个时候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然后把拔过凉的面条放在热水里 给它捞凉一下 我们给它控干水分 装入碗中 接下来再把我们调好的蒜汁 把它浇上一勺 再把炒好的茄子乳 给它盛入碗中 盛的时候两汤汁一块盛 这样拌面条啊 吃起来更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份茄子打卤面 就制作完成了 绝对的是河南的特色美食 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而且这样做出来茄子打卤面 鲜香味又美 而且营养全保留 面条路口非常的筋道爽滑 茄子非常的软糯 吃过的家人啊 人人夸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逗逗你发色的销售 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